盘虫 中国春秋时期楚国的重臣 盘虫是太子商城的师父 公元前626年 楚国太子商城听到消息自己将被废掉 但是消息还没有弄准确 就问他的老师盘虫该怎么确认消息 盘虫建议宴请商城的姑母 姜米而故意表示不尊敬 商城照办了 姜米大怒 痛骂商城为义夫 并表示难怪其父楚城王要杀掉商城 另立王子侄 商城确认了消息后 与盘虫密谋 盘虫问 你能侍奉王子侄吗 商城说 不能 盘虫又问 你能流亡到外国吗 商城说 不能 盘虫再问 你能干大事吗 商城坚定地说 能 十月 盘虫与商城就起兵包围了楚城王 逼楚城王自杀 商城继位为楚牧王 以盘虫为太师 奸掌还猎之矣 公元前616年 盘虫法群国 至西学 公元前613年 楚庄王继位 陈家与盘虫进宫书国 使公子谢 以子宜守成都 但是他们俄人却挟持楚庄王而作乱 不过不久便被 卢吉尼和书民诱杀恶人而平定